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小青给大家带来的电影是 上映于2022年的印尼恐怖片《撒旦的奴隶2》 本天作为撒旦的奴隶的续作 讲述了女主一家从老房子逃离之后的故事 搭配第一部解说实用效果更佳哦 1955年的一个春季 记者被秘密送到一栋房子前 警长朋友带他见证了房间内的诡异情景 无数尸体被人挖出摆成跪拜的姿势 象征远处墙上的一幅壁画 惊悚恶心的场面让记者连连作呕 警长却告诉他 由于明天是个大日子 这里发生的一切不会被调查报道 但脚下的土地让他觉得事有蹊跷 仿佛所有尸体都是自行走进屋内 为此两人约定好秘密调查 时间转眼来到1984年 从老房子逃离的李妮放弃学业 挑起照顾家庭的重任 路上大家都在讨论猖獗的纹身杀手 但李妮却心无旁骛地回到家里 如今 他们一家挤在远在郊外的公寓楼中 这里环境恶劣 电梯也摇摇欲坠 不过大家都在这里收获了新的朋友 三弟邦迪和朋友玩耍时 无意间挖出一块墓碑 二弟喜欢上酒楼的一名女孩 和对方的接触让他心花怒放 但相比两名弟弟 父亲在那场噩梦之后变得沉默寡言 每天都提着一个十分神秘的行李箱进进出出 这让李妮十分疑惑 但弟弟让他非常操心 听着邦迪旧事重提 他起身指着窗外表示 与其担心过去的事情 不如思考一下 该如何度过明天的暴风雨 同时他在饭桌上宣布 李妮决定听从老板的意见 继续去其他城市深造 但这就意味着他明天就要启程 弟弟听后有些不舍 反而父亲却十分支持他的选择 夜幕降临后 还停留在公寓楼里的居民变得十分诡异 他们呆滞地收听着新闻 却在李妮扔完垃圾时 整齐话一地站在走廊上死死地注视着他 这一情景把李妮吓得够呛 他慌忙跑回家中紧锁门窗 但奇怪的事情并没有消失 反而愈演愈烈 只见小胖提着垃圾来到垃圾通道 原本纹丝不动的铁门悄然打开 他不以为意地扔下垃圾 可谁知袋子却堵在中间 为了疏通管道 小胖找来一根木棍 随着他的身体逐渐滑进通道 四周响起鬼魅般的堤雨 小胖经过好一番挣扎才将自己拔出 但对方依旧在门后不停呼唤 就在小胖被吓得不知所措时 一张破碎的骨脸探出头来 他被吓得连忙捂住眼睛向着家中跑去 但此时的李妮姐弟已经熟睡 身后电视里的却闪烁出苍白的鬼影 事态仿佛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 当年的记者在漫长的等待中 等到的却是好友警长的死讯 对方在临死前给他寄去一个包裹 里面全是这几年间警长收集到的证据 记者从中取出一打相片 而其中一人的长相让他印象深刻 这不就是当年开车的司机 同时出现在照片里的公寓楼 正是李妮一家现在的居所 仿佛揭开一种诅咒般 这栋公寓楼激连传来噩耗 清晨 李妮收拾好行李准备启程 临走前她将家中唯一的相册装进包里 此时那架唯一的电梯门前挤满了人 其中一名女士的钱包不小心散开 许多硬币滚在地上的小洞消失不见 随着电梯上升 乘客们意识到情况有些反常 电梯卡在了顶楼 但一楼的大门却已经打开 等在外面的人发现电梯卡住 纷纷离开 眼间的小女孩们却发现电梯井里的硬币 众人一哄而上抢夺起来 却不知头顶的电梯正在一点点下坠 清晨已发之际 小胖被妈妈从头顶的缝隙推出 在其他人的推荡拥挤下 电梯愈发摇摇愈坠 一楼的小女孩及时发现头顶的声响 她连滚带爬跑出电梯 可其余同伴丝毫不听她的呼喊 仍停在原地贪婪地解释着硬币 直到鲜血在女孩的尖叫声中炸裂 在其余幸存邻居的帮助下 电梯中的尸体回到每一户家中 由于暴风雨即将到来 他们只能就地将亲人包裹 等待风雨过后将其下葬 整栋公寓玉楼被痛哭声包裹 而李妮的父亲 却成为这场意外的幸存者 做完笔录之后 她踉跄地回到家里 见父亲平安归来 李妮来到小胖家中 替她照顾死去的母亲 此刻暴风雨已经降临 拿着照片的记者试图来到公寓 可无人愿意带她前往 可能会淹没在暴雨中的老楼 路人告诉她 那里刚刚发生电梯坠毁事件 这让记者意识到 恐怖的事情似乎已经开始 但大楼里的居民对此并不知情 二弟将修好的收音机递给女神 女神打开熟悉的电台 一边听歌一边做着填字游戏 就当她沉浸在思考中时 收音机里的声音不停呼唤她的名字 斯娅的声音仿佛来自地狱 女神害怕得大气都不敢出 就在收音机里的声音戛然耳指时 出现在头顶的扭曲人形 让她大惊失色 连忙拉开房门 将收音机塞到未曾离开的二弟手中 二弟一头雾水地将收音机扔进垃圾管道 李妮在此刻正在小胖家中 看着摆在台子上的照片 她听着小胖讲起故事 小胖的爸爸死于一场火灾 但对于他们母子二人 却是一种解脱 小胖向李妮展示一本古书 里面有一种神秘的手语 可以让他们母子二人进行加密沟通 最小的弟弟邦迪则在同伴家中 朋友的父亲同样死于电梯坠毁 就在他们决定好好陪伴朋友时 突如其来的断电让众人十分害怕 一阵泥男生划过耳边 小眼镜连忙打开打火机 妹妹却表示 那声泥男来自门口 随着电力失灵 大家开始感到不安 李妮进小胖家中没有照明设备 决定返回自己家中寻找 在窗外频频闪烁的雷电中 李妮来到厨房点亮煤油灯 见父亲还在床上熟睡 她想到那个神秘的行李箱 正要打开检查一番 床上的父亲翻身来到客厅 好在李妮动作迅速 立刻借着寻找蜡烛将其搪塞 二弟扔完收音机后 顺着楼梯准备回家 却在半路被管理员叫住 得知对方要自己跟他一起去检查受害者 二弟脸上的笑容变得有些僵硬 虽然心中百般不情愿 但还是跟在对方身后向着房间走去 一路上管理员跟他讲述着 每位受害者的生前 刚走到一半 管理员却说自己被疼 想让二弟自己去13楼检查 听到这一要求 二弟哑然失笑 漆黑的大楼让他感觉脊背发凉 但不同于自己的哥哥 小弟邦迪十分勇敢 他和伙伴们在公寓里四处探索 最后竟来到了处长的家中 房间里寂静无人 他们敲开书房检查 里面堆满文件 看起来毫无异常 但眼尖的孩子们 还是在墙上的照片发现问题 整栋楼看起来应该还有一层 但楼梯却在14楼夹章而至 并且每张照片的日期都停留在17日 这就意味着 明天这个地方会发生一些不得了的事情 在管理员的要求下 二弟不得已接过火柴 来到13楼检查 此时房间里窗户大开 强风将他手中的火柴一次次吹灭 二弟只能不停划亮火柴 但身后的尸体却在一次次黑暗中赫然转头 等到火光再次充实房间 尸体回归正常 二弟注意到上方不停漏水的天花板 他刚准备将尸体挪到干燥的地方 火柴就再次熄灭 黑暗似乎有一个尸季那么长 等到火光再次亮起时 他看到两具尸体赫然睁眼 二弟被苍白的眼珠吓得魂不守舍 连忙向着身后倒去 一束灯光打在他的脸上 见到对方竟是自己的情敌 二弟本不想帮忙 可经不住对方的苦苦哀求 他还是顺着墙上的小洞 钻进情敌邻居的家中 在地上 二弟找到那柄银叉子 在他准备返回时 无意间踹到一旁的矮柜 就在他将柜子放回原位时 无意间发现一本相册 里面那张缝外眼熟的照片 让他惊慌失措 同时他又发现那张 摆在不远处的唱片 那正是自己母亲的作品 封面上的母亲一头黑发披着白纱 二弟被如此熟悉的照片 吓得魂不守舍 连忙顺着小洞钻回情敌家中 而这时 同样独处在家里的女神 也遇到灵异事件 在昏黄的光线下 他感觉到家中的角落里 总是出现一个人影 但是等他仔细查看时 人影又消失不见 为此他坐立难安 连忙向门外走去 这和门口的管理员迎面相撞 为了安抚自己的紧张 女神准备听从对方的建议 开始祷告 等他换上洁白的长袍 在烛光的映照下不停引诵时 诡异的事情却在悄悄接近 女神感觉后背震振发凉 似乎察觉到神秘力量的接近 他悄悄转头看去 竟然见到无数干事出现的身边 此刻的他全然顾不上 对神灵的敬意 连忙掀开长篷向门口跑去 这让碰巧路过的二弟 再一次英雄救美 但离奇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小眼睛的妹妹在他们离开后 独自照顾母亲 收拾碗筷的时候 她听到走廊上传来熟悉的脚步声 在油灯的映照下 死去的三名小姐妹 姿态扭曲地出现在镜头 妹妹转身想跑 可是这三人再次出现在身后 刻意转眼对方又消失不见 原以为噩梦终于结束 一块熟悉的石板却从走廊尽头划来 妹妹发现此刻自己正好站在圈内 等她再次抬头 对方面目全非 手脚扭曲的模样赫然出现 妹妹不顾落在地上的煤油灯 拼命拍打着房门寻求妈妈的庇护 可谁知自家此刻竟然大门紧锁 楼梯口却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 妹妹一边呼唤着妈妈一边上前查看 却发现楼梯上空无一人 于是她进入身后的电梯 电梯大门骤然紧闭 里面漆黑一片 妹妹见状连忙点亮手中的火柴 借着微弱的火光四下查看 谁知周围却响起鬼姐妹的叫声 她被吓得胆战心惊 等到反应过来后她才发现 此刻的电梯井里空空如也 刚刚自己是凭空站立 就在她探破这一点后 脚下的神秘支撑骤然失效 地心引力带着妹妹向着一楼急速下坠 眼看着厄运进二连三发生 丽妮仍然不知此处的危险 依旧在好奇父亲的行李箱 于是她带着小庞返回家中 趁父亲熟睡时偷走橱柜钥匙 想着第一次的失败 李妮十分紧张 生怕卧室内的父亲再一次清醒 好在这次有惊无险 她将行李箱顺利带走 并在走廊尽头和二弟三人会合 他们准备寻找一个绝对安全的地点 最后他们来到情敌家中 李妮将行李箱放在桌子上 二弟则不停翻动相册 这里面的人同样出现在母亲的相册中 并且她还发现 这些人也曾来过这栋大楼 就让二弟感觉整栋大楼缝外诡异 尤其是联想到自己刚刚检查租户时的见闻 她连忙翻出那张熟悉的照片 这是一幅女人画像 下面还标注着一串英文 这熟悉的服饰让李妮想到自己的母亲 但母亲的变化是从发行过那张专辑之后 越来越多的诡异事情让他们想要离开 但二弟却提出将父亲的行李箱打开 在大家的集思广义下 李妮二人成功打开箱子 但一股恶臭却扑面而来 众人纷纷掩住口鼻 但箱子里的东西却让他们大惊失色 只见里面锁着不计其数的手指 意识到东西货真假时 大家连忙甩手就跑 但刚走到楼梯口 二弟就想起三弟邦迪 为了找到弟弟 小胖跟着李妮二人返回 此时的三弟正在和同伴们寻找消失的15层 但他们找遍所有角落 都没有发现最后的楼梯 却不知李妮三人已经来到小眼镜的家中 但此时的房间里空空如也 只剩一具尸体躺在客厅中央 就在三人准备离开时 房间里再次传来响动 只见刚刚掉进电梯的妹妹再次出现 但只是一瞬间 就如同穿过墙壁一般消失不见 这让李妮二人来到隔壁房间 却意外发现掉在天花板上的眼镜母亲 眼前吓人的一幕让他们闭口不谈 联盟拽上门口的小胖快不离开 但这并没有让他们放弃寻找三弟 却不知三弟此时已经有了意外发现 在小伙伴的搜索下 他们发现一户没有锁门的人家 三弟小心翼翼走进房间 却在转过来的沙发椅上 见到熟悉的面孔 这让他大惊失色 联盟扑进刚好赶来的姐姐怀里 二人见到弟弟如此魂不守舍 联盟赶到门口查看 谁知经看到失踪已久的小弟 坐在那里直勾勾地注视着他们 随着小弟出现 在电闪雷鸣之中 眼镜的爸爸坐直身体 整栋大楼里的尸体纷纷起身 李妮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就在他和二弟不知该如何是好时 小胖走进房间用手语和小弟沟通 见对方似乎没有敌意 李妮壮着胆子开始比划 小弟忍出无害的模样让李妮心软 见到三弟再三阻拦 小弟发出尖锐的声音 这让李妮果断拉起椅子上的小弟 准备带着大家离开 而刚刚率先离开的情敌和女神 却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此处第十滴洼雨水已经淹到一楼 电力就是因此瘫痪 此刻若是贸然下水 肯定要被垫得外焦里嫩 见状情敌准备依靠自己惊人的 臂力荡到对面 但女神却决定独自离开 和李妮他们会合 不过情敌的计划确实有些难度 就连他自己也不得不原路返回 可就在他刚踏上楼梯 一个披着白纱的长发女人站在高处 他一眼不发动作僵硬 就在情敌想要伸手触碰时 白纱下的人影骤然消失 见状他捡起地上的白纱 准备扔进水里 谁知那白纱似乎有着灵性一般 竟然飞回楼梯 死死缠在情敌身上 等到情敌好不容易从里面挣脱 却被突然出现在面前的 恐怖鬼脸下的肝肠寸断 一时间他失去平衡 不由自主向后摔去 另一边 独自返回的女神也没有逃脱 他顺着楼梯一路寻找 还没等他发现李妮 自己却被裹着白纱的鬼影钉上 眼看自己被楼梯上下的鬼魅包围 他连忙向着走廊内奔跑 正好和游荡在大楼里的管理员相遇 可对方听到他的形容却不以为意 为了消除女神心中的恐惧 管理员独自前往刚刚的楼梯查看 可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声音 心中感觉不妙的女神 小心翼翼地上前 只见刚刚还完好无损的管理员 此刻整个人被莫名折断 正在楼梯上体型惊悚地看着自己 女神被吓得魂不附体 只能躲进一旁的垃圾通道 脚下一片漆黑 头顶上却传来猛烈的敲击 女神呼吸急促 只能拼命忍住心中的恐惧 可就在这时 垃圾通道内泛起诡异红光 令你母亲的唱片声再一次响起 伴随着沙哑的歌声 女神抬头一看 谁知情看到双眼漆黑的女士出现的头顶 一具婴儿正从她口中突出 还在不停啼哭 女神被如此唱脸下的双腿发软 这边的李妮带着大家在走廊上逃跑 但父亲却拄着拐杖 一拳一拐地出现 想到行李箱里惨不忍睹的景象 杰蒂四人明显已经不再相信父亲 可对方却表示自己是在保护他们 见到孩子对自己如此提防 父亲表示 当年就是他让妻子和恶魔达成协议 眼下所做的一切是在拯救所有人 看着步步紧逼的父亲 李妮带着弟弟们不停后退 藏在大家身后的小弟跑出来 父亲震惊地看着小儿子 挥舞起手中的拐杖 就要将其打死 但在李妮的阻拦下 没有当应声而碎 周围顿时陷入黑暗之中 在苍老的祷告声响起后 被冲散的众人 在楼梯间里追索着彼此的身影 但此时他们已经被不计其数的鬼影包围 神秘的黑衣人和尸体站在各个角落 李妮在寻找弟弟们时被父亲打晕 等到他终于清醒 周围不断响起诡异低沉的呢喃声 他躺在地上 看到小弟正在指挥一群黑袍人引诵 在他痴嫩的呼唤声中 父亲和其他兄弟的身影接连出现 所有裹着白布的尸体已在缓缓接近 伴随着灯光不停闪烁 小弟来到李妮身前 地上一片翠绿的树叶 要求李妮将其吃掉后 忘记一些快乐的生活 等到灯光再次亮起 树叶已经被塞进李妮嘴中 整齐换衣的宋经声不绝于耳 但周围的一切却在离他越来越远 这一切仿佛一场噩梦 等到李妮从松软的大床上醒来后 所有的事情终于结束 他如愿来到新的学校继续进修 并且还凭借优异的成绩拿下奖学金 可就在全班掌声雷动时 老师面带微笑地来到他面前 要他忘记所有家人 重新开始快乐的生活 坐在座位上的李妮终于意识到 这才是一场噩梦 他痛苦地反驳着对方 直到从这场美梦中惊醒 他吐出口中的树叶 却亲眼见到自己父亲被小弟处刑的场景 父亲被胡马分身之后紧接着就是二弟 他被教徒们抓在手里 不停向远处的李妮求助 可李妮无法动弹 好在最后一刻记者赶到 他掏出包中的手枪 将教徒和尸体们逼退 又在恶魔冲上前时举起法器 恶魔被钉在远处的墙上 成为恶魔之子的小弟十分不干 依旧试图指挥教徒进行反击 但小胖同样会用手语 他将小弟推开 面领大家将手放下 挣扎着起身的李妮 终于认清小弟的身份 他取起手中的木棍将其打倒 在记者的帮助下 带领大家冲出诡异的公寓大楼 在返航的皮华艇上 记者讲述起当年的一切 原来李妮的父亲曾是一名警察 早在1955年时 他就发现了这个邪教 为了让妻子能够怀孕并且成为明星 妻子被他说服加入邪教 可在认清交易带来的后果后 父亲追悔莫吉 为了保护孩子 他必须要杀死一千个人 于是他成为这个城镇里的纹身杀手 可惜这并不像他想的那般容易 那是为了孩子 他不得不努力下去 这份沉重的爱 显然没有得到李妮的理解 但记者却表示 这背后还有更大的阴谋 那些人一开始的目标 就是李妮的父亲 但具体的事情 要等上岸之后 他再慢慢讲述 于是众人在淋雨交加的夜晚 逐渐离开那栋公寓大楼 等到雨过天晴 情敌的隔壁出现一对男女 他们似乎对坊间里的一切 都了如指掌 女人物自翻动着地上的相册 而男人则播放起李妮母亲的唱片 随着悠扬的音乐缓缓流淌 二人在残破的坊间里 偏偏起舞 而墙上的照片注视着二人 默默聆听着他们语言不详的话语 仿佛在这沉默之下 还隐藏着更为惊人的故事 本片作为最新上映的续作 其后半段的光影风格 大有温子人的感觉 频繁闪烁的灯光 将紧张气氛烘托到极致 让本片作为2017年的续作 竟然毫不逊色 甚至可以和第一部作品 平分秋色 只是相较于第一部 营造出神秘莫测的诡诀 这部作品将重点 放在斜胶带来的斜碎感上 突然直立的尸体 伸出鬼没的白沙 一切都在黑暗中带着特定的惊悚 总体来说 整部影片诚意十足 其中的惊吓点十分密集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一部续作 是否满意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和小青留言讨论哦 好了 小青发言是要打烊了 如果喜欢小青续作的影线 记得帮小青点个赞 你们的鼓励 是小青坚持不许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了 爱你们 嗯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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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